白色飞机划出跑道顺利升空 中国商飞公司打造的首架大型民用客机C919 14号早上在上海浦东机场经历三个小时两分钟 成功完成试航 标志着中国商飞公司即将交付首架用户 中国东方航空的首架C919大飞机 首次飞行试验圆满完成 这次的试飞别具意义 代表中国自行研制的大型客机即将迈入商用阶段 C919号称设计到研发都是MIC 2008年启动计划后 2010年展示机首次亮相 5年后完成总装下线 2017年执行首费任务 前后耗费大约10年 直到2019年才展开一系列地面和飞行试验 声称兼具安全环保又省钱 C919完全按照国际试航标准设计 采用了先进的气动设计和动力系统 排放的尾气和噪声 比现有飞机低50%以上 C919配有158到168个座位 就是冲着波音737和空中巴士A320而来 波音737和空8A320 在过去几乎双头垄断客机市场 波音737的交付率达到67% 空中巴士A320更有78% 而在中国的市占率 各别都有百分之二十二和百分之十九 没有自主生产能力 让中国预估未来二十年将额外花费 一千两百亿美金 大约是三兆五千七百亿台币购买飞机 而这次打造的C919 就是摆脱国外依赖的起点 C919对比A320座位容量较少 因此空间较宽 最大燃油载量为十九点五吨 略低于空中巴士的二十一点八吨 最重要的标准航程为四千零七十五公里 同样少于空中巴士的六千一百一十二公里 自制客机的诞生 让中国人自信油然而生 但号称国产的C919 其实并非百分之百 根据中航证券的文件显示 C919的39家主要供应商中 中国企业的确供应机身和机翼 但超过四成来自美国或其他国家 包含引擎通讯和飞航控制等核心零件 还是掌握在西方国家手里 最具指标的就是美国奇异电器 和法国赛峰集团握有专利的LEEP引擎 回顾2020年一度就传出美国制裁中国商飞 导致相关投资和产品出口 都受到限制延宕生产进度 一旦美中又闹翻被下令禁运 都可能让中国民航梦一夕折翼 即使抱有隐忧 但的确中国航空市场潜力无限 习近平一声令下十年磨一剑 承载中国梦的C919翱翔天际 短时间难以和两大强权匹敌 但出生之毒又有国家撑腰 背后野心绝对不容小区 三立新闻 时尚报道